大家好,又到小草和你們聊天了 今天是2022年7月15日,星期五 今天我們聊天的主題就是女人提出離婚的時候 老公們,你們想不想知道呢? 為什麼老婆無端端會主動提出離婚? 其實是有原因的 不如我們總括下那四個原因讓你知道吧 為什麼你們會令女人這麼絕望離婚,離開這個家庭? 很多人其實尤其女人選擇離婚 不是那個女人不愛你 其實是包含裡面很多很多大小的原因 它最重要就是當然我們婚的關係是否幸福 因為婚後的男人的態度改變了 導致到女人主動提出離婚 其實很常見的 為什麼? 通常女人都不會那麼容易會下定這個決心 可能會看在子女份上 可能也是因為不捨得投家 又或者她還愛她老公 但是為什麼他們又會這樣走出這一步呢? 男人,人地老公是否很想知道呢? 現在我就說一說給你們知道 在說之前需要說一說 因為小草在Facebook那裡已經完全不能出片了 所以不要在Facebook找我們了 現在你要去Youtube搜尋 香港人正能量勵志故事及音樂系列 記得看完這條片記得訂閱和分享 當我一有片的時候每天出片 我希望朋友你是第一個知道 也第一個支持我們的 不要小看你這下免費的小動作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讓我知道也有人在鼓勵我 支持我做的這個很小很小的願望 希望所有香港人都有人在鼓勵 好了我們就開始了 第一個Point就是變得不珍惜了 在結婚之前 男人通常都會很珍惜那個女人 哎呀那個女人弄崩了指甲 或者弄損了戒指甲 或者弄損了戒指下手 男人都覺得很重要 很肉痛 不行了要黏家布很緊張那個女人 對那個女人是全心全意付出的 但你有沒有發覺 當日子久了 娶了這個女人回來之後 那個男人就變了 變了怎樣?太淡定了 那個老婆也娶了 切菜切針的手 小事而已 哎呀瘋快家布啦 沒事的啦 再不是好像未結婚之前 那麼肉痛那麼緊張 當那個女人選擇嫁了給你 那當然覺得你之前跟我拍拖好滴滴 為什麼現在結婚之後 完全好像兩回事一樣 接著心就自然越來越淡了 那最後最後加上其談原因 她就會提出離婚的了 所以很多人經常都說 娶了老婆回來 拜託不要老諷 拜託對你的老婆好些 好像結婚之前做不到十足 起碼都做回五成 不要把那個女人回來 就覺得好像已經是你的女人了 她走不掉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理會她 不是的 依然你都要很珍惜這個女人 因為她真的會為了你犧牲很多很多 你自己想一下是不是 男人 好了 Point 2 就是變得不上進了 結婚之前那個男人會很努力 發誓要給一個女人 將來你和我一起 怎樣的美好生活 女人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 也都滿足所有女人的要求 包括物質和精神上 那個女人很感動地嫁了給你 但是結婚之後呢 男人變得不上進了 娶了老婆之後 沒什麼大不了 也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樣去努力工作 也都不願意去做 有時候輕則的就請假 重則可能罷工不上班 你知道啦 甚至因為那個男人不上班的時候 那個家庭所有的手洗肺 不夠 可能都要一個女人去倒貼出來 那個女人就會覺得 你當日是不是騙了我呢 說了個話全部不成了 甚至因為大家在生活結婚 被這些殘米醬醬油鹽的小事 而導致大家經常吵架 甚至因為不夠錢 或者每個月在賺錢 都知道你們經常為錢來吵 那你說啦 如果那個男人出去很努力地做 做到之後是不行的 那個女人會原諒你 但是如果反過來 那個女人還人心不足 蛇吞醬的話 當然這些女人當然不好要 是不是 但是有哪個女人 如果是愛的男人 看到那個男人做不到 還會跟你提出離婚 不會的 他會願意跟你一起捱的男人 明不明 但是如果你上下不上班 或者玩一下失蹤 或者甚至難聽一句 你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一件事 每天都在家吃軟飯的 那sorry啦 很多女人是接受不了這件事的 那男人們幫你不了啦 所以麻煩你 Point 2 五相樽是其實佔了整百分之五十的 好了 Point 3 變得脾氣越來越大 是啊 沒說錯 結婚前很溫柔 每樣都遷就了個女人 甚至聽了個女朋友說 亦都很包容個女朋友 不管那個女人做錯什麼 都不會批評 但結婚呢 不是啦 動不動就發脾氣 初時頭兩年還很恩恩愛愛的 可能因為日見夜見 也變得越來越習慣 不懂得珍惜了 很多時候沒什麼的 經常都會吵架 吵架之後 就發她的大脾氣 大男人脾氣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每一次這樣發脾氣 都很傷害到那個女人 甚至那個女人會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不愛我呢 如果你愛我 你會這樣做嗎 輕則就發脾氣 重則可能一巴掌升過來 甚至打她 那你說 那個女人不跟你提出來分 就細是假啦 對不對 到項目四了 變得不捨得花錢到那個女人上 結婚以前 買花、買衣服、買衣服 什麼都會送給那個女人 但結婚之後 因為那個男人 可能因為生活的結婚 或者真的很努力去找 都找不到的 那就開始對那個女人 不再重視得來 生日禮物都沒有了 不要說什麼情人節 甚至新年 那你說 那你這個女人 又會有什麼想法呢 不是一定要很有錢 不是叫你買鑽石 買些名牌手袋 或者名牌衣服 其實你知道 那個男人很花一點點心事 找一張紙 接著一花 或者畫一幅畫給他老婆 那老婆就很開心 其實不是因為物質的問題 是個心意 男人們 你們明白嗎 不要經常借雞就說 沒錢了 不用送了 情人節不用送花 不用跟她吃頓飯 其實有錢也有錢用的 沒錢也有沒錢用 我不相信我也是女人 如果那個男人情人節 和我在街邊 打串魚蛋告訴她 情人節快樂老婆 我沒錢買東西給你 但這串魚蛋 就代表我的心意 我不相信那個女人不會要 一定會要 然後可能還會很感動 對著這顆魚蛋 所以有時候 不是港女的那麼重要 香港女人有很多種 但是 你找不找到呢 男人們 聽完之後 請你記得 這四個項目 對你們的婚姻生活 很重要的 多謝你的支持和鼓勵 今天小丑就說到這裏 記得訂閱 拜拜 拜拜